三位来宾共同的看法就认为 就是说其实副总统 在台湾目前的现行体制下 其实没有可能干脆比较干脆一点 但是现在的体制又还没有改 所以还是有一个副总统 这样一个参选人的位置在 那么如果说马王佩破局之后 马英九应该找谁会比较恰当 昨天传出了一个人选 那就是蔡英文 前行政院副院长蔡英文 那么台中市长胡志强是说 蔡英文这个想法是举个例子 代表说比较有创意 但是他很纳闷的是说 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 还没有真正开始执行的时候 却是已经破局了 马木聊是不是有人专门放话 那么放话的目的 是不是为了见光死 今天各大媒体的评论当中 都有提到就是说 马英就是马蔡配 英英配两个人到底合不合适 甚至有人直指说 这简直是在消费蔡英文 胡志强他的说法 还有他觉得很奇怪的是 为什么总有人会放话 我们先来听一听 马王不配了 因为王金平心意已决 天里要到处都是荒草 所以不用怕 那凭马先生的这个条件 他要找什么样的人 都可以找得到 这荒草是不是前行政院副院长蔡英文 传出他就是国民党内推荐的新副手人选 而提出建议的人 是台中市长胡志强 我建议的人很多 蔡英文也很优秀 我是很奇怪 有些事情怎么会一直露出来 一会是林苍生先生 一会是蔡英文女士 露出来的用意在哪里 起不就是要坏事 谢谢大家的关心 欢迎大家的建议 不愿谈搭档问题 但仔细分析 蔡英文不但有财经背景 治国经验 而且又是女性 加上泛兰民众不排斥 还可以吸收到浅绿的票源 确实有扩充支持基础的效果 胡志强这神来一笔 算是骑兵策略 至于成不成 可能性又有多高 就再说吧 三零新闻综合报导 好我们带你来看看 这个被点名的蔡英文 怎么看报纸 才知道自己的红点名 她说传言不想回应 那么我们来看看民进党 这个总统提名人 谢长廷她说 乱点名有点像是次等货 她这个逻辑是怎么说 她说你一次点一个名 说说的又没有 是不是将来将去将来 将来将来不将来 将来的原因 意思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国民党的两位立委 一个说是笑话一撞 一个说其实副手 到现在不排除任何人嘛 那民进党方面的反应呢 徐国务委员说 马英九是在消费蔡英文 我们看到了还有人说 马英九自命唐伯虎吗 是在点秋香吗 还有呢 有人说两个人的质感差很多 那么其实我们最想讨论的 一个点是在于说 马木聊为什么平民有人放话 放话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那我们知道立鸿 你国民党跑很久 你应该也是靠了不少 放话来写新闻的 为什么会这样 我必须说国民党以前的放话 老一辈当然有他放话的模式 我习惯那种放话模式是 感觉起来比较优雅的啦 或者是比较 不要让他说 不会像现在 其实就直接 而且在没有 身世熟悉的情况底下 就直接在媒体上 就公开出来 我必须这样讲 所以国民党里头 过去一直都有放话的文化 那最厉害的 最惊于此道的 我必须说宋楚瑜 宋楚瑜他透过 因为媒体记者 其实是需要消息的 他透过权威消息的释放 我一下子给联合报 我一下子给中国时报 那联合报拿到了独家 做很大 中国时报生气 他会来找宋楚瑜 他说 你怎么 或者秘书长 你这个联合报的消息 显然是你这边出去的嘛 好 那没问题 我马上补你一个 所以弄到后来 两家报纸 为了要从宋楚瑜这边 取得这种权威独家的讯息 每个报纸的 在跑宋楚瑜的记者 他必须要对宋楚瑜服服帖帖 生怕得罪宋楚瑜的 这个让他任何不爽不高兴 那你可能这个记者的 这种所谓的权威度 包括在报社地位 都会受到影响 好 这个是早期啦 那是因为国民党 还可以掌控媒体 可以掌控讯息发放的 管道的时候 宋楚瑜确实是很厉害 那现在当然 整个媒体的多元化 那再加上就是说 如果说幕僚之间 只是听着一个 听着一个哄 放着一个音 那就很容易坏事啦 觉得马英九的幕僚如此 其实民进党很多幕僚 意思如此 他刚才暮暮聊漢话 是 这个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从 你 我 了 你